Hello,大家好,我是少班主 我是曼掌柜 今天这一期是咱俩第一期,对吧? 对 然后我们就利用这一期 直接上一个特别牛叉的话题 就是我们怎么利用这个世界 本身就有的bug 然后完成你自己人生的一个成功的跃进 视频的结尾 我会给你推荐一本书 你读过这本书之后 你就可以像当年的比尔盖茨一样 意识突然之间觉醒 至此之后自己的人生一路开挂 走向成功,走向财富巅峰 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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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又不吹牛了 这本书真的特别牛 换一下,我成为富博的感觉 故事是这样的 1970年的美国华盛顿 在一个普通的家庭里面 生出了战森帕伯特 当时他在学校里面就是一个小混混 就整天调皮捣蛋,打架,斗殴是这样的 他走上社会之后 可想而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然后在2002年9月份 那是一个星期五的晚上 然后他和几个朋友就在酒吧里面喝酒 当时没事 但是喝完酒之后 他走出去了 然后就遇到了一帮抢劫犯 他们和抢劫犯之间发生了撕扯 然后最后就开始演化成斗殴了 最后是他头部受伤了 然后就紧急的送去了医院 然后在医院里面经过一番医生很认真的检查之后就说 你没事 你就是头被人打了一下 有点轻微的脑震荡 我给你开点止痛药 然后你回家休息两天就好了 就是他当自己没事 他就回家了 你知道吗 我那个我的反射火比较慢 怎么了 还在想 你在想什么 2002年 对 他多大 有什么意义的 然后回家之后 当天晚上也没什么大碍 但是第二天起来之后 坏了 他眼睛里面看到的那些世界 全部都变了 一切的万物在他眼里面都变成了几何图形 直线的线条 圆形 方形 三角形 直到有一天 他在BBC上面看了一个纪录片 终于知道什么叫做后天学者正后群当中的认知连绝障碍 就是正常人在意外的情况下 脑部受到了一个强烈的撞击之后 焕发出了一个全新的能力 他们会在某一个领域拥有别人无法企及的天赋 包括数学领域 音乐领域 美术领域 很多这方面的天才 以前在这个世界当中呢 就是总共才有罕见的几十例 但是到了2020年的时候 这个数据已经突飞猛进 变得越来越多了 我为什么要给大家讲这一段呢 是因为詹森帕克特的一段原话 就是突然发生的改变 让他开始思考这个世界是如何形成的 那如今他现在已经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数学家了 然后呢 正在为我们人类贡献特别伟大的力量 那据他所说 那次意外啊 修改了他身上某个程序的代码 使这个宇宙没有办法束缚他的洞察力 他可以轻而易举的走入这个 生成世界的模型之内 了解其中的奥义 不得不说面对人生这场实景游戏 詹森帕克特在一次意外事件之后 就给自己冲了一个会员 开了外挂 这让我想到那个 就是我们那时候看那个电影 那个叫 Lucy 我不知道中文翻译什么 你记得吗 那个女的她是 但是她是 她好像是贩毒 然后毒品进入她的身体里面 对 然后开发就是最有全靠一年 就是脑力全部都开发出来 我就觉得天哪 然后她看别人 看着开枪 别人觉得那个枪就弯了 也是参透了整个这个世界的奥秘 最后一想象她来到世界边缘 一想象她来到世界另外一边 会牛 对 可是不当时会比较好看 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 站在Lucy的角度 她看到的那个眼中的世界 像不像一场虚拟的游戏 因为她可以随意的撩拨 这个世界当中的每一个点 然后去被她所用 然后她甚至可以融入到这个世界当中 处处都是她 对吧 对 特别牛 对 你这个 这还挺厉害 对啊 直接就是被 暴击 对 然后就 头部撞击就 就变成天才了 对 没错 头 部 撞 击 都 这 还怎么样 有没有变成 哎 你是不是傻 你是不是傻 哈哈 哈哈 今年啊 全世界所有的证据都在表明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活着的这个世界 其实根本就不存在 它仅仅是有高维度的生物 模拟出了一款类似于像计算机 生成的游戏而已 所以你和我都仅仅是一串代码 我讲到这你会不会觉得特别瞎 那你的意思就是 我们都是 马赛克 但是如果我告诉你 说出这些话的人 其实是各个领域里面的权威 包括数学界的 哲学界的 都有 你又怎么认为 我觉得 你得给我一个人名吧 因为现在我觉得到处都是所谓的专家呀 那个 等我 你好 我觉得我说出这些人呢 很多你都认识 我认识的人不多 那我们试试看 几年前 在加州的一个party上面 有位科技大佬 他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说 我们这个世界如果是真实的情况 小过十亿分之一 说出这句话的人是谁啊 我告诉你 伊隆马斯克 这绝对是一位美国的这种创业天才 对吧 真的假的 对啊 他创办的企业都是我们熟知的 像PayPal 特斯拉 特斯拉 还有XSpace 就制造人造火箭 回收火箭的那个公司 对吧 你想想 伊隆马斯克 他的团队里面 都是数以千计的顶尖的科学家 他在一个公开的活动里面 能说出这样的话 这个背后一定是有一个 能支撑他的可靠的证据 对吗 而且他最近啊 正在研究什么 脑机接口 我们以后啊 有一期也会专门讲这个事情 所以你看哈 伊隆马斯克的人生 像不像是 冲了会员 一路开挂的状态 我觉得他是上帝派来的 他是上帝派来的吗 其实他不是上帝派来的 他能做到这些事情 仅仅是因为 他看了那本书 我非常确定 他看了那本书 就是之后我会介绍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很多的 公开的讲话里面 演讲里面 有讲到过那本书里面的内容 哇 好想知道是什么书啊 我等一下就会给你们讲到了 我们再讲讲物理界给出的证据 上学的时候 我们有学过一个非常经典的篇章 也是我们理工男聊天的时候 总也绕不开的一个话题 就是量子力学 量子力学里面有个特别经典的实验 就是双缝干涉实验 然后我们在物理课的时候 都有学过这个内容 对不对 但是物理老师肯定没有告诉过你们 在这个实验的背后呢 蕴藏着一个特别诡异的现象 那就是光子的叠加和坍缩态 那这个实验呢 非常有名 感兴趣的伙伴自己去查 我在这里就不展开跟大家聊了 那实验的结论我在这里讲一下 就是在微观尺度的物理世界呢 事物可以同时存在多种形态 无数种可能 也就是所谓的叠加态 但当我们有意识的进行主观观测的时候呢 事物的叠加形态呢 便会瞬间的坍缩成一种确定的形态 所以这完全取决于外界对它的观察 也就是说啊 我们的主观的意识决定了客观世界 客观世界仅仅是我们的主观想象而已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我给你举个例子 现在是下午五点钟对吧 我们的女儿糖果 此刻有可能在幼儿园 也有可能不在幼儿园 这两种情况同时存在 也就是所谓的叠加态 因为你现在还没有观测它对吗 当你开始打电话 向老师确认的时候 它的这种所谓的叠加状态 就会坍缩成一种确定的状态 也就是说 它有可能在幼儿园 也有可能不在幼儿园 就只有一种情况会发生 好 a few moments later 不是咱们还在幼儿园 哎老师 哎我是糖果妈妈 哎我想确定一下那个 糖果在学校吗 就是我想知道她有没有离家 离家 没事没事我不懂 我没病 不是啊没关系 我就是想确定一下 呃她她在学校吗 哦对她在学校 在学校的时候 我就去确认她探索了没 探索了就好 不是老师我没病 我就没病 不是 啊不行 好我记得 我之后会经常确认糖果 是我打电话给你 是否看她是不要叠加 就确认她探索了就行 好老师再见 你有可能认为量子力学 是我们虚构出来的 类似于像科幻小说一样的故事 对吗 嗯嗯嗯 但是如果我告诉你 量子力学是一个实实在在的 应用科学的话 你会怎么想 比如说啊 芯片 那么小一个东西 对吗 如果我们现在的人类 没有芯片的话 我们设计出来的电脑 可能比房子还大 这就是量子力学的力量 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 既然量子力学的理论是真的 那么就相当于 我们在不观测月亮的时候 月亮本身就不存在 宇宙为什么要这样去设定呢 玩过电脑游戏的人都知道 就是说 我们创建了一个角色在里面 嗯 那么这角色能看见的场 这个范围啊 嗯 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场景 对吗 那角色看不到的地方 其实就是仅仅是一串代码 游戏的程序 为什么要这样去设定呢 是为了让它的运算速度保持流畅 它不可能把所有的数据 全部都上载到一个游戏里面 那这样的话 这个游戏的体验会非常长 很卡 会顿 对吗 那为了保证像我们现实世界 这么流畅的速度 大家都可以感觉非常逼真 非常真实的话 也要用这种方法 就是我们不再观测的区域内 这个场景 不存在 对 我们这一期所讲的这个主题 是否是真实的 我们三哥一边 但是我觉得少班主啊 有一个自己的人生态度 就是你的主观认知 决定了你眼中这个世界的颜色 我觉得这个话特别好 是吗 就是我们人生 其实就很短的一生 怎么样让它活得更精彩 更五彩斑斑 其实能在YouTube上面 看到我们频道的你啊 是被YouTube所锁定的 优秀的人群 是一些积极好学的人群 所以我知道 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些想法和理论 你是能懂的 讲到这里啊 就到了我们这期节目最精彩的一个环节 我们上书了 对 这种想什么书 OK 我为什么要在这一期节目里面推荐这本书呢 是因为既然这个世界是虚拟的 那么它就一定是一个所程序出来的东西 既然是程序出来的东西 它就里面一定存在霸 那么我们就要利用其中的霸 去改写程序之后 让我们的人生取得跃进式的发展 对吗 所以这本书呢 就能起到这个作用 当年的比尔盖茨 因为拿到了这本书的手抄复印件 最后决定辍学 创建了伟大的微软帝国 因为这本书 犹太人集体觉醒 走到了世界的顶端 也是因为这本书 让华尔街 让硅谷的精英人群 怕之又怕让普通人知道这本书 1933年到2003年整整进了70年 70年 对 就不让看 没错 这本书在硅谷当中被列为啊 就是秘密潜能训练课 而且是只有特别顶端的人 特别有钱的人才能买得起 当年比尔盖茨不是买了那个手抄的复印件吗 他花了多少钱你知道吗 他花了1500块钱 1500 1500美金 对 相当于那个时代的人啊 就是两年的薪水 两年 对 你就想那本书该有多贵 普通人根本买不起 根本买不起 对 但是现在我们特别有幸 就这本书啊 重新问世了 所以作为普通人的我们啊 也可以看了 感觉自己要变富人的感觉 对对对 少班主看了之后啊 感觉特别的震撼 觉醒了吗 对 觉醒了 那我也想看 让我自己觉醒一下 大家都知道 《吸引力法则》的创始人吧 也就是写了秘密那本书的作者啊 就是朗达拜恩 他也是看了这本书之后 嗯 才知道了这个宇宙 这个世界的秘密 最后才写出了 写的秘密 写的秘密 哇 所以 大家想不想看这本书啊 想不想 反正 在看到这本书之前 我再给你们讲讲这个书的作者 你们首先要了解这个人是谁嘛 对不对 查尔斯哈奈尔 1866年出生于美国中部地区的安纳堡 他的第一份工作其实并不体面 就是在美国的圣路易斯的一家企业里面做一个勤杂工 所以他白手起家的 然后但是通过对实际的把握以及一些优秀的商业技巧呢 到最后他创建了一个非常庞大的财富帝国 据他所说 是因为一次的意外事件导致他意识觉醒 然后受到了启发写了这本书 但是那场意外事件是什么 他是怎么觉醒的 觉醒了什么 他没有跟我们讲过 我少班主就在这件事情上面绞尽脑汁 想去找到一点点的线索 但是我始终没有成功 就是他到底是怎么觉醒 到底是什么世界 一直都没讲 没讲 讲到这个作者还有一个传奇故事 就是当年美国的一个教会找到他 就说你这个潜能训练课 训练出了那么多华尔街硅谷的精英 大家都把你信奉成神 你能不能来我们的教会里面去讲讲你的书 因为你的书可以让大家重获自信 挖掘出自己的潜能 那我们教会里面有一帮犹太人 你能不能给他们的潜能挖掘挖掘 让他们脱离苦海 查尔斯哈纳尔说这件事情特别有意义 那我就帮帮你们吧 然后就在这个教会里面 给当时的犹太人去教授他的这个课程 然后导致这两千个犹太人 突然之间意识集体觉醒 他们不仅脱离了苦海 还走入了硅谷 走入了华尔街 成为了一帮最优秀的精英人群 所以当时这些教皇教会中就发现 这件事情太可怕了 绝对不可能让这件事情再继续下去了 而且当时的硅谷和精英人群们就开始反动了 所以到最后这本书才被禁掉了 可怕的资本主义 我们现在就把这本书隆重地搬出来 它就是世界上神奇的24堂课 我听过这个 我经常听到这本书 但是没看 这本书刷班主一开始看的时候 看不进去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翻译版 这里面的文字有一点拗口 但是看着看着 我确实是被这里面的内容所吸引了 所以就被带入了 它其实是一个潜能训练课程 是一个通过冥想的方式 帮你改造你自己的内心世界 我们的内心世界 决定了你对这个客观世界的认知 你内心世界的改变呢 也能决定客观世界的改变 阿尔茨哈奈尔用他的实际行动 向世界证明了 心理暗示 或者是所谓的冥想 绝对是开启这个世界bug的钥匙 你和优秀的你之间 只差了这一本 世界上最神奇的 24堂课 好了 这一期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下一期会更加的精彩 我们到时一起相约四书五金 寂静是身体的安宁 安宁是身体的一部分 我结束了 我没幻想 我们结束了 我们要有一个结束五金 四书五金 身体健康 我要发大财 我要成功 我要成功 成功 完了 不完了 不是 我满车都摘了 我们还没给人家说什么 点赞啊订阅啊 什么评论之类的呢 你开什么玩笑 我作为舞台剧团的一团之长 我怎么能让 要求人家 然后给我们点赞关注 对不对 如果非要这样做的话 我要对迎评前的一师父母 献出我优秀的节目 来打动它 哦妈妈 烛光里的妈妈 我的老父亲 我最疼 你好啊疼 我最疼